嗨,大家好,我是Coco 从事美容行业都接近30年了 在2013年,自己帮人打了很多年的工作 有时会因为销售而去销售 不是因为客人的需要而去做 所以在2013年,我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叫Coco Beauty 大家看看我的Logo,是一朵什么? 是一朵莲花来的 我希望我的理念是像这朵莲花一样 出衣力而不掌力 不是因为要销售而去叫客人做一些不适合的癌症 而是因为客人的需要而去帮他选择适合他的癌症 去帮客人改善他的身体和皮肤 这就是我创立Coco Beauty的信念 当初是一个想法 其实坚持这个想法,坚持初心是真的很难的 一直走过来,经历过不同的天灾人和 幸好有一班信任得过我的客户 一直都支持着我 所以Coco Beauty可以在粉领区坚持超过十年 都要多谢我中心的粉丝 是的 困难和挑战,大家都会知道 19年开始的一些疫情 以及其他的种种事件 我相信香港人都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其实我以前在联和区里面的 我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客户介绍 一些很远的 例如港岛、九郎 甚至乎去到西港岛 或者将军路那边的客户都有 所以由联和区搬出火车站附近 可以由之前区里面的客户 也会让我市区港岛的客户比较便宜 由联和区搬出火车站附近 我自己就会比较注重这个生活美容 生活美容去帮客人去解决一些 面部的需要 以及身体的需要 由身体内去调理出来 变得各个面都是漂亮的 面部的美容 我们也有一些很先进的仪器 例如Pico、Hi-Fu、毛泽迷线等等 这些机器我们也有 但我们会比较注重一些专业 所以我公司所有的员工 包括我 就会考取国际和香港不同的证书 例如政府的认证 以及一些国际的ITEC的证书 我们全部都有的 光学的 包括整齐的 小盐的一些证书 为了令到我们的小盐术的手法 可以更加专业 包括我自己在外面去教书 我和我的同事 我们会在大学读一些不同的课程 去支持我们的手法 也会去医院请教授 做一个真人的生物解剖 去了解人的生理结构 去令到我们这套小盐术 更加专业 帮助我们的客人 以及我的学生 可以令到我的团队更加专业 令到我的客人更加放心 去交给我们 去帮助他们做这个手法 我们的小盐术 和市面上做的一些广告 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的小盐术 注重的是人的一个整体性 不是只是广面 我们是透过全新的一些条理 例如长点脚引起的一些高低拳骨 或者是高低腰引起的一些大小面 或者是高低拳引起的一些面部五官的不平衡 我们透过整整整整整的一些手法 由身体去到调 调到面 再去调回五官轮廓 整个手法的话 是长期的时间会长 而且是真真正正可以改善到 因为身体姿势 所引致的一些五官轮廓的一些变形 或者一些不协调 例如鼻梁低 或者是云精位低 或者是云精位粒 或者是高低拳骨 大小面 一些拳肌的高低 包括一个牙头的一些车轨纹 这些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小盐手法 去帮助大家去调理 其实你除了手法之外 我自己都很需要一些产品 去做皮肤表层的抗衰露 或者保湿 这些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 手法和产品一定是配合的 你说到这个疫情和现在的话 其实你问我 在疫情的时候和现在 其实疫情我不怕的 我相信有一天 这些东西一定会没有了 或者是本土化了 但现在这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 整个社会 整个香港的消费气氛 其实是和疫情前 完全是两回事 对我们的冲击 大家的消费模式都变了 我们真的凭着专业 不断读证书客人对我们的信任 以及支援我们的技能 以及营业策略的改变 都可以压立不倒 都要多谢我们的客人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可以在粉岭的服务 压立不倒服务附近的 有需求的一些用户 对于五官小银有追求的客户 我们依然会在这里 继续提供一个最专业的服务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小银术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下方的一个联络 WhatsApp 去订阅我们来体验一下 我们是可以单试消费的 绝对没有客户 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多谢 拜拜